但求做佛 你看能大师没人教他 在此之前没有接触过任何佛法 一闻便知 佛法肯定就是要做佛 要不然为什么叫佛法 我们现在呢 我们现在不知道在佛法中要做什么 既然是佛法 这法当然是教我们做佛的 要不然他就叫别的法了 有人说这不是太狂妄吗 不是 这叫励志 如果说狂妄 那你是把佛看得很高了 事实上佛并无高下 我们现在也值得这样去发心 下次别人再问你来真灵是干什么 我去做佛 这样说 来一次没做成再来一次 反正早晚要做成这个佛 不为别的 是不是真的不为别的呢 但能做佛还求没有余物吗 这才是最有智慧的选择 但能做佛这一切具足物啊 就好像树一样 我是要整棵树 我不是要树上的某棵果实 是这个意思 这是真正明了真相的人 我们现在呢 就是要树上的一片叶子 一朵花 大不了一粒果 你看能大师来了 这些我不要 我要就要整棵树 是这个意思 在某棵树上来 没有